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6月2号星期天的中式五件新闻 我是叶子娟 头条招讲带您关心 张化出现的一名机车怪叔叔 依四是天气燥热难耐 打赤膊骑车上街 竟然是连续对两名女骑士猥亵 之后还撞倒一名工厂女职员 对她上下骑手 警方据报之后 一个小时之内就将这名色狼怪叔叔逮捕归案 身残曼妙的女骑士 骑车行进张化园林街头 不料后方突然窜出一名打赤膊骑车的怪叔叔 趁等红灯的时候 靠近女骑士出手猥亵 男子伸出手前出手对这个女孩一直袭一袭 瞬间大概只有几秒钟时间而已 那女孩子有没有吓到 有吓到有吓到 甚至差点撞到隔壁的那个驾驶 男子趁被害人惊恐慌乱的时候 家族游门逃逸 没多久又尾随一名落单女骑士 故技重施 男子得手之后色心大起 竟然骑进一家内移公司 撞倒女职员企图猥亵 被害人下着双脚狂踢才踹跑色狼 警方获报 一小时内将这名流星男子围捕盗案 流星男子连续犯下三起猥亵案件 幸好他已经被收押 当地妇女总算不必再过着 提心吊胆的日子 2 4 7 7 9 感谢观看